躺上診療床 32歲的吳先生 要來體驗雷射療程 而這一台雷射治療儀 並不是用來膽斑 拿皮 而是有止痛和加速傷口 癒合效果 像積極膜疼痛 或者是像打球 然後需要握緊拍子 引起的廣球走 甚至是在坐駕駛的時候 引起的媽媽手 造成的肌腱炎 這類的疾病 都可以作為以雷射來治療 然後達到比較容易止痛的 一個效果 雷射治療儀是藉由光線聚集的力量 影響痛覺神經傳遞 讓大腦暫時不會接收到疼痛訊息 以往電療止痛約維持2到6小時 而從生理實驗上發現 雷射治療可以長達24小時 甚至中長期效果也都較好 當我們活動自舞的時候 會從事很多的生活活動 而當中是因為動本身就可以緩和 原本緊繃的肌肉 所以只要有止痛的方法 就可以達到預防疼痛再發生的一個可能 在中醫針灸方面 則是有搭配電針機 利用針身 將電流傳導到中風病患身上 達到治療效果 在以前當然需要臨床上的醫師 實時的去幫病人做手法上的治療 那當然現在我們也可以透過一些新的 比如說像電針機 透過電流的刺激 持續性的刺激病人的神經和肌肉 然後達到治療的效果 根據研究 中風病患同時接受中西醫治療 能夠有效下降61%的腐發率 對我們來說其實中風我們知道 其實是一個中樞神經的受損 就像是電腦它可能突然當機了一樣 那透過針灸的治療 那把這些中樞神經可能中間當機受損的部分 然後藉由針灸 調動它的氣血 刺激它的神經 這樣子的方式進而達到重開機 也就是我們所得治療的效果 隨著科技進步 老技術搭配新廟方 醫療效果更加成